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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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 我是1B大熊March Bear 今天呢是大熊歐北貝的時間 然後呢我剛回到家沒多久 就是買了這兩個 這個是去台南的 星光三月中山店樓上八樓買的 我當下差一點就被搶去開了 大家都很好奇我到底買了這個 裡面到底會是哪兩隻 然後呢這裡有編號 是店家裡面特別編 可能是怕說失竊還是怎樣吧 就特別做一下記號 這個3號呢這個1號 1號是我自己挑的 然後3號呢是 櫃姐裡面呢有一個號稱 神手級的人幫我挑的 我們來看一下 3號的神手到底是什麼狀況 這個很貴要慢慢的開 3號 我們來看一下3號到底會讓我很爽 還是會讓我不要髒話 不過其實很怕會不要髒話 來囉來囉來囉 那這裡有一條曲線 怎麼辦我現在好緊張喔 壓力好大喔 煩欸 再來再來 哇 又斷 搞屁啦 欸 它頭跟身體是分開的欸 它頭跟身體的包裝是分開的 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 噢 它是上下兩層包上去的 身體先打開了 我越來越緊張了 噢天啊 好可愛喔 它上面是一個小公仔 有臉圈跟叉 就是他們團隊的標誌 可是 它沒有上色欸 我以為它會上色 來囉 3號的神手開的 我們來看一下是誰 給你們看 給你們看 啊 是 TATA 愛心TATA 神手 神手在哪裡 喔 它這裡有標出所有人的圖案 然後我最想要的是 Jimmy 跟J-HO的這一隻媽媽 然後我們抽到的是這一隻TATA 它這個 寶箱不知道是什麼東西 它好像有隱藏版的寶箱吧 這個配件有 兩個海星 一個烏龜 跟一個游泳圈 我在想說 我是不是應該要先拆這個公仔機來看 呃 袋子上面有BT21耶 不過 算了 不留了 它的頭是可動的 喔 腳也是可以動的 不太好動 不過腳是可以動的 燈 它可以坐下 下面有洞所以應該是可以架在 喔對 它剛剛有給一個底座 這個公仔 超貴 可是其實還蠻值得 它還蠻大一隻的這樣子 比一般的扭蛋來的大一些些 不過價格也是比扭蛋 你 因為呢 不能說 我會被殺 呵呵 另外一隻是什麼 我壓力好大喔 第一隻就抽到卡塔 我不討厭可是 不知道耶 呵呵 那時候可能問我朋友 看看有沒有抽 他抽 有沒有抽到我想要的嗎 那時候如果抽到我想要的 我再跟他換一下 這樣子 然後呢 我把其他的零件也都拆掉了 有小烏龜 然後還有游泳圈 不知道是游泳圈能不能用 咦這個游泳圈是可以裝的耶 好可愛喔 好 我們今天就先 這一隻先看到這邊 這一隻 希望這隻可以中我要的 拜託 神手在搞什麼 什麼 不可能兩顆都那麼碎吧 來吧 這一顆是我自己選的 個人造業 個人單 厲害力大牌有點不想拆耶 因為只要不拆的話 永遠都會是我自己想要的那一隻 反正就是隱藏版 是那一隻 什麼顏色 這是什麼 這顆是什麼 有蛙鏡 有蛙鏡的是誰 等一下 啊那個單子咧 有蛙鏡的是誰 啊 是芒內 啊有蛙鏡的是芒內啊 可是他配件好 喔 是隱藏版的寶箱嗎 我忘了拿到隱藏版的寶箱耶 我居然拿到隱藏版的寶箱了 這寶箱裡面有東西嗎 我們先來看一下本體 是 不失望啦 因為都不是我討厭的 只是 沒有選到我要的 喔 芒內超可愛的 芒內兔兔 喔 超可愛一樣是頭可動 手跟腳也都是可動的 喔好可愛喔 這隻我可以 這隻我喜歡耶 嗯 比預想中的可愛多了 然後他一樣是有底座 然後他不一樣是有蛙鞋 海灘球 然後是貝殼跟蛙鏡 蛙鏡好像可以擔在臉上耶 超可愛的 我超想要這個蛙鏡的 這個我喜歡這好可愛喔 然後這裡還有一個小貝殼 喔 裡面有一個珍珠 然後還有一個海灘排球 可是海灘排球就 他拿不起來啊 沒有用 他挖鞋是可以這樣 這隻不錯喔 比我想要的姬米 好像配件來的好一點 嗯 可是那隻我想要的馬馬也超可愛的 我其實我還蠻想要馬的 最後的 其實我這兩隻抽到的都是 超高人氣 大家都想要的角色耶 雖然不是我要的 可是都是超高人氣角色 賽球 來 品嘗版的偶像 喔 金銀財寶 哈哈哈哈 而且他裡面有寫 BT21 金銀財寶 不知道他是 每一盒都是給 同一隻還是說 每一盒都是給 不同隻塞進去 所以我也不清楚 那還不錯 拿到隱藏版 耶 我喜歡這隻馬內的兔兔 這隻可能就 差強能力啊 其實都很可愛啦 都可以 我覺得 這一系列很可愛 然後我沒有買第一彈 因為這個已經是 BT21的 Voltue 這是第二彈的公仔了 那個時候 第一彈跟第二彈呢 都還有 所以 我就第一彈沒有買 因為我想說第二彈的 這種 小配件可以配合在人物身上的比較多 我去的時候 第二彈 被我買了兩隻 然後客人買了兩隻 所以那邊照理說還有三隻 然後 第一彈的 好像只賣掉一隻 還有兩隻 我忘記了 所以呢都可以再去 多多看找找 看音樂 或許我 你們要的我還沒有抽到 在台南的 中三點的FUNBOX 星光三月的FUNBOX 可以買得到喔 那如果找不到的話 可能都找幾間百貨公司的FUNBOX都有 然後這一篇不是業配 因為我只是純粹賣爽的 那我們今天的影片 開槍就到這邊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啊 請記得幫我訂閱 按讚 以及分享出去 那如果什麼想跟我說的 都可以在下面留言給我 我一定會回覆你 那我們下次見 掰掰